不過說通膨我們來看 其實以美國目前的這個通膨的情況來看 我們要請教廷豪 似乎已經看不出來 好像有太嚴重這個通膨的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覺得說 九月應該是可以降息 不過大家非常關注的是 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經濟到底能不能夠順利的軟著陸 對 昨天紐約聯準會 公佈最新的調查 也就是消費者的通脹 通膨預期 消費者對於未來三年的通膨預期 已經創下了這項指數 二零一三年六月份以來的新低 接近只有1% 也就是市場上 如果我們從預期心理效應來看 幾乎完全不可能會有停滯性通膨的風險 對 原因為何 因為真正影響通膨的 並不是我們看到的原物料價格 而是心理預期 正由於你覺得未來通膨會高 你才會提前囤貨 現在沒有人要囤貨 我們根據通過膨脹的市場預期指 從二二年當時見頂以後 基本就在持續的下滑過程 所以本週雖然也會公佈PPI CPI 有可能在短期內有高預期低預期 但是總體趨勢一定是向下的 為什麼 市場目前的交易基調 已經並不是我們過去講的通膨 而是衰退交易 所以過去壞消息就是好消息 現在壞消息就是壞消息 在過往壞消息可以讓聯總會的降息機率大增 所以它是好消息 現在壞的經濟數據那就要衰退了 所以我們看到實質的狀況是如此 那現在如果通膨預期創新低 那會不會引發更進一步的流動性風險 再引發如同八月初那一波的急速的下殺呢 目前來看機率也比較低 原因為何 因為市場上流動性還是充足的 加上九月份聯準會就即將進入到降息格局 所以如果我們以蓬勃的美國金融狀況指數 通常在零走以上表現就不會太差 市場上是充滿流動性 不會遇到這種流動性風險的 通常在零走以下就會有一點問題 比如說2020年或者2022年 現在來看水分還是夠的 那現在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真正的問題是 聯準會能不能撐到九月份降息以後 成功的讓美國經濟能夠軟走路 而且在這其中 沒有任何高利率的副作用 要不然很多人會擔心 你會不會現在降息已經為時已晚 你都實質正利率這麼久了 你像小摩的戴蒙 就一直認為你早就該降息了 你那麼晚才降 他們覺得經濟根本就已經很不好了 早就應該降息 對 那有沒有可能過晚降息 早就已經引發了高利率 所形成的信貸衝擊 那我們講的信貸衝擊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必須一一的拆開來看 我們講的信貸衝擊 也就是有人違約了 那美國現在在貸款部門 主要有幾項組成 其中最大項 我們看到是黃色區塊 佔了大概有七成左右的美國的總貸款 家務貸款 大概七成是屬於房屋貸款 就是房貸的問題 其他佔比大概5% 6%的 有車貸 有信貸 或者一些抵押貸款的部分 那的確如果我們光從現在 美國信用卡的違約率來看 的確在過去一段時間 是高速的衝高 一路跑到2012年的水準 現在美國在信用卡貸款的拖欠率90天以上的 大概是接近3.5% 所以你不能因為信用卡的拖欠債務很廣 拖欠率稍微升高 就說明有系統性風險的存在 為什麼 因為信用卡佔總體美國民眾的餘額 佔可支配所的收入 基本還是維持在低檔 當時在03年04年 信用卡在美國的收入 基本上是接近一成四到一成五 現在是多少 8個percent 所以他的佔比很低 相對於08年其實已經低滿多了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 就算真的很多人違約 信用卡的債務 占總貸款比例是多少 6%而已 真正會出事的 會影響系統性風險的 都不是集中在信用卡貸款或者車貸 而是我們看到的黃色區塊 房貸 看有沒有違約 那如果仔細觀察房貸數據的話 你會發現拖欠90天以上的房屋信貸 房屋貸款 現在還在創低 根本沒有人在這麼高的利率買房 就算有人在這麼高的利率買房 美國的房地產是這樣子 如果是在低利率 你一定是選擇固定利率 然後就鎖定30年 所以你一輩子 不會受到高利率的影響 而影響自己有沒有可能違約 他利率比較低的時候 你就先把他綁住了 就讓他永遠都這麼低 那你像過去幾個月度 雖然成交量比較低 可是還是有人在買房 他會選擇怎麼樣 短期內採取浮動利率 也就是我現在雖然負你6% 7%的30年級房貸 那接下來降息 降息了 那我浮動利率就跟得下去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如果是從房屋抵押貸款 占可支配所的收入 仍然相對於08年低非常多 所以他就足以彰顯 我們看到雖然通膨預期在下滑 但是並不代表著 通膨預期的下滑 就一定是衰退 他更有可能所產生的效果 是聯準會的真正降息原因 並不是因為系統性風險即將發生了 而純粹就是因為通膨即將達標了 那如果通膨即將達標 而且系統性風險沒有發生 又放了一點點水 最終就造成 很有可能 軟着陸是現在的主基調 我們當然知道 過去一段時間 有很多交易衰退的聲浪 陸續提出 像高盛 小磨 都陸續把衰退機率提高 但是你仔細看 大部分都是提升到25%到35% 那剩下65%呢 軟着陸嘛 軟着陸仍然是目前美國經濟的主流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高盛給予的預期 二季度今年GDP地增幅是2.8嗎 三四季度 預估都是2%起跳 所以今年是一定看不到衰退的問題 明年呢 明年就取決於今年下半年 聯準會在通膨達標之後 他放水放多少 所造成接下來中小型股 中小型企業所產生的刺激效果 如果今天沒有衰退的問題的話 那麼為什麼股市 還是會呈現比較弱勢的一個情況 在先前是AI領長 不過現在呢 大家覺得AI股到底我還能不能夠買 很多人覺得 AI到底有沒有賺錢 沒錯 所以如果你仔細觀察 你會發現 本輪美國股市的下跌 主要其實是針對一些 大型科技巨頭的估值修正 它並不是完全針對說 一定會衰退 所以要瘋狂的進行股票倉位的出途 更多是什麼 更多是大型股的資本支出 不斷的擴增 但是收回來的AI部門的營收 感覺好像不如市場預期 而且好像就連短期幾年內 都無法直接回收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所觀察到 市場上有很多人 不再願意針對AI的承諾來買單了 就是我當然知道 你投錢是為了獲取更大收益 可是我現在對於你 建制的基礎建設 遙遙無期 沒有實體感受 真的很燒錢 這就好像5G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 投入5G當下的基礎建設基地台 它要花費大量的資本支出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知道 我的手機總有一天會升5G專案 所以這是可以預期的 可是AI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OpenAI 其實還在虧損當中 Google的Bud 它最近推出它的Gemini 在你的去沒有平台當中 就可以直接來購買 每個月我記得是幾百塊而已 現在來看 都沒有那種顯著的獲利提升 所以它造成的效果是什麼呢 大型股的EPS增長的溢價 開始有所說在 2023年五大科技巨頭 微軟 輝達 Amazon Google和Meta EPS 年成長是多少 5成7 這麼大體量的科技企業 居然可以成長5成7 到24年今年剩下多少 3成7 25年1成9 26年1成3 雖然它還是比標普拜指數 中微數還來得高 可是它的增長就開始遞緩了 為什麼 收錢收盡量的速度沒這麼快 而且撒出去的錢不斷在增加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Google 在今天的資本支出 預估大概是四百三十九億美元 微軟的部分是四百五十四億 Amazon六百億 Meta的部分大概有三百四十億 加起來大概是一千八百億 而且從資本支出的增長來看 大概都是雙位數字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市場的估值糾正 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 但是我們必須了解 這些企業它的資本支出 本來就是為了在未來的賽道當中 能夠做顯著的領先 它往往確保的一件事情 剩下的四百九十五家企業 以後跟AI沒辦法 無緣啦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基礎建設都是我在做 所以整個市場會由這幾家企業 完全吃下來 所以市場上針對這些科技巨頭 短期估值的下修合不合理 我認為是OK的 可是它是不是確保著 台廠的訂單都是假的呢 的確這些科技巨頭 沒辦法從AI當中直接獲利 可是它的錢已經丟出去了 它的錢已經灑出去了 它做的基礎建設 由誰來代工呢 台積電嘛 揮達嘛 所以如果你仔細觀察 在整個二十四年 Trainforce 集邦最新所公布的第一季 全球前十大晶圓代工廠 台積電 營收仍然做顯著的衝高 包括上禮拜公布的七月份營收 一樣是創同期新高 就是營收的部分還在創高 市占率的部分 市占率的部分是來到六成一 一樣比上個季度還要來得高 那現在真正觀察的重點是什麼呢 觀察的重點是三星和Intel 在晶圓代工領域當中 有沒有可能在三奈米二奈米 有量產的能力 進而影響到台積電 目前報價提升的計畫 答案是很困難 首先三星目前有良率的問題 三奈米都遇到很大的難關 Intel最近就根本不用講了 還被自己的股東告 對不對 很難理解 因為股東去告他 財報爛 然後又被告 對啊 股東去告他是希望 獲得賠償 是 那賠償大概還是股東去的錢 所以最受益的可能還是律師 所以如果你仔細觀察 Intel的資本支出 目前已經下調到兩百億到三百億 接下來幾年 仍有持續下行的空間 資本支出減少 怎麼有可能在未來先進製程 有量產能力的可能性呢 所以如果我們具體觀察 在整個二季度 台積電的營業利益 是八十八點六億美元 持續六個季度在創高 三星的部分 晶片部門是47.1億 但Intel目前還在虧損當中 所以現在來看 我們剛才跟投資朋友提到 現在挖金的 就是挖礦的 現在的確還沒有辦法 直接挖到礦 還沒有直接賺到獲利 可是現在賣鏟子的台積電 它的訂單是實打實的 不斷的流進來 那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就是說的確 美國股市AI科技巨頭的估值下行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它還沒有具體的獲利 可是資本支出 畢竟已經灑出去了 那有誰能夠獲得 本輪實質訂單 造成營收的貢獻呢 我相信台積電 或者重要的先進製程 相關供應鏈 本身都可以獲得 本輪AI行情的持續延伸 大家都知道 AI是趨勢以後 很多的工作 可能都會被機器人給取代 不過要請要停好 為什麼全球青年的失業率 還創15年的新低 沒錯 不過因為它統計時間 甚至還是有一點誤差 畢竟我們到2024年 它是統計到整個 2023年年底 國際勞工組織最新所公布的 全球青年失業率 通常青年人口 由於剛畢業 非常容易有摩擦性失業 找工作的這段時間 因為你想找 但是找不到 所以算是摩擦性失業 失業率較高 不過13% 它也是15年以來的新低 原因為何呢 因為從20年以後 你會發現 全球的就業情況 幾乎都一樣 都是大缺工 台灣也在大缺工 美國服務業也在缺工 是年輕人找工作 比較好找 對 那第一個 很直觀的影響 那因為疫情所造成的 死亡人口的提升 很多人離開了就業崗位 那第二個 是大家沒有意料到的 就是有許多人 其實是感染了長新冠 他被迫要離開就業市場 所以因為 有一點慢性疾病 他有一些後遺症 沒錯 所以他被迫離開 那第三點就是 全球退休人數 在20年以後 就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導致市場上 缺工情況就一直存在 所以如果以美國 職位控缺數來看 到現在為止 都還維持在800萬以上 如果是以失業人口 跟職位控缺數的比值 現在還是1.2倍 就代表著 即便經濟 現在大家都有衰退的疑問 可是現在一個失業者 還是有1.2份工作 是可以公選擇的 那現在另外一個 統計的誤差是什麼呢 就是年輕人口 我們剛才聊到 失業率調查的是什麼 失業率調查的是 想找工作 但是沒找到的 可是你不想找工作 就沒有算在裡面嘛 對 但你沒有工作 這樣也不算了 我們舉例來說 這一類人我們叫做尼特族嘛 就是15到24歲 你已經不在學校 但是你不選擇去工作 而且你也沒有就業意願 那這樣的一個人口 他對於勞動市場 沒有貢獻 但是也不算是失業人口 不升學 不就業 不進修 那現在來看 全球大概五分之一 就在年輕人當中 都是尼特族 那其中我們看到 三分之二是女性 可能有些人是要考研 可能有些人是有其他的計畫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這樣子的效果 可能會形成一些統計誤差 所以勞動力市場 現在來看就是 的確沒有說這麼差 可是也沒有到大好了 我們舉例來說 市場上很多人都在講說 最近幾個月的非農業數據 好像沒有這麼亮麗 會不會AI真的在席捲千球呢 但是AI對於勞動力市場的衝擊 比勞動力市場所增長的創造價值 還要來的大 就是AI可能還沒有幫助你 更多產出之前 已經先把你工作給奪走了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最新科技公司的職位空缺數 當時在美國的部分 2022年最高曾經來到四十五萬 可是之後就一路的下行 那我們很清楚 2023年中旬以後 美國景氣就在復甦 可是美國科技業的職位空缺數 有上行嗎 其實沒有的 大概就保持在二十萬左右而已 所以的確AI是取代了部分的科技業人員 這是事實 可是AI是否對於長期的就業市場 是一個利空呢 有沒有可能 因為AI大量的陣型 所以大家都失業了 最後變成經濟衰退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因為它反而是創造了更多的產值 我們舉例來說 以美國農業工作的 美國人口比例來做觀察 我們以前講非農非農 什麼是非農 剔除農業人口之後的就業數據 為什麼 因為農業人口它通常有季節慣性 通常可能要收割的時候 通常會人數比較多 所以你看到 美國從事農業的美國人口比例 正在高速的急缩 可是美國農業的產值 每年都在創高 原因為何 AI的導入 它的GIS系統 導致有很多數公分級的 這種偵測感知 都能夠套用在美國生產 很多農業方面的工作 現在都直接AI來做 沒錯 所以你說它創造的價值 有沒有比AI對它的傷害來的大 我認為是有的 同時間我們也看到 那現在科技公司的職位空缺數沒有創高 可是有多裁員嗎 其實也並沒有 目前美國的科技業的裁員人數 仍然在創新低 而如果以新增就業和流失的就業崗位來看 目前新增的工作 還是比流動的工作 流失的工作來的高 說明什麼 AI其實更有利於人類創造 更多的生產力 在這樣的一個角度底下 馬克思過去講的 他在兩百年前說 可能過了兩百年以後 市場上的工作 百分之九十都會被奪走 到時候人類就沒有工作可以做了 可是你現在看到 還是有很多的工作 到底有哪一些工作是真的很容易被AI取代 沒錯 現在有很多工作 認為是跟AI沒有太大直接相關的 像是運動員 建築師 心理健康醫生 某些以服務性質以人為導向的 不容易被取代 但是容易被取代的 像攝影師 一些行政助理 內容經理 這些就有可能被取代 簡單來講 就是有可能被電腦格式 或者說被AI有非常明顯技能 替代的這些工作的話 都很有可能會產生重大改變 像法務助理 圖書館 管理員 財務等等 都很有可能被取代 對 可是人的需求有一些是不會改變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的服務 始終還是以人性化作為初衷 我們舉例來說 你看最近新聞上好像鬧得飛飛揚揚 都講那個會計師 這個工作其實還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但他其實也說明一件事 AI是不能坐牢的 對不對 這個背黑鍋 才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 有些工作其實沒那麼容易被取代 尤其跟人際服務相關 是人才有可能背黑鍋 不可能讓機器人背黑鍋 沒錯 沒錯